我沒辦法 我說為什麼沒辦法去講話 他說老師 你也知道我什麼奮鬥過程 我爸爸是年載 我媽媽是年芳瑜 以前的臺灣小姐 中國小姐 然後我爸爸生我媽媽 不是 我爸爸生我媽媽 不是 我爸爸跟我媽媽 加在一起生了我 他說 我小時候 家裡都給我最好的 吃最好 用最好 請最好的老師 請最好的家教老師 什麼都是最好的 所以我只要不是白吃 我一定會成功 我的心理過程就是這樣子 我怎麼加一個小時 他講的有沒有很實在 人家是韓人金湯池出身的 你讓他去講 奮鬥過程 然後什麼奮鬥過程 然後你幾句就寫 運氣好 老爸是年贊 媽媽是年芳瑜 那個臺灣小孩 那個中國小姐不會太笨 對不對 就你的運氣好 就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東西可以講 那聰明圈老師 就是因為我的出生很不幸 所以我的故事非常值得看 那這本書呢 有時候你現在教育不容易 你教孩子你要乖 你要聽話 我那聽不進去 你弄醫師嗎 可是你讓他看到一本好的書 哇 你的孩子改變可怕 很多家長跟我講 他說陳老師 你那本字傳在地養苦瓜 是不是有下符咒 我說媽媽你怎麼會說有下符咒 他說你知道嗎 我拿給我的孩子看喔 那以前喔 上小學對不對 假設八點鐘要上課 七點半將要起床 都還不起床 現在六點半就起床了 提早一個小時喔 起床怎麼樣 把早餐準備好了 還去叫媽媽起床吃早餐 他媽媽醒來 兒子你怎麼在這兒 媽媽我早餐煮好了 請吃早餐我要去上學了 他媽媽在摸摸兒子有沒有發燒 從來沒有過有沒有在發燒 沒有發燒 你懂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老師啊 在字傳裡面就描寫 以前我要去上學之前 我要起來 趕快把早餐先準備好 所以呢 孩子耳目怒滿了對不對 要跟Tony全學習 直接跟你們分享我的這個一切 然後今天談的這個主題啊 叫做如何培養孩子自動自發學習 我剛才講過 我很喜歡到各地去演講 為什麼 因為平時你們在電視看到的 我們都是帶娛樂給大家 因為電視主要是娛樂為主 但是我們演講 我要帶資訊給大家 現在的人啊 大概也沒有什麼時間讀書啦 也不想讀書啦 大概兩個理由都有嘛 對不對 但是人啊 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要吸收薪資 我這樣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沒有吸收薪資很可怕 你知道嗎 現在進步多進步啊 哇 我最近買了一支那個 那個叫做神聖呢 那個智慧型手機 你知道嗎 智慧型手機 是被我兒子刺激的 而且年輕人不是拿什麼智慧型手機 我們的老人家 還是用什麼老P話 算都算不換那種了 我就問我的兒子 我說兒子啊 那每天那個智慧型手機 那個是有什麼好 大家都在用 我兒子怎麼跟我講 哎呦爸爸 那個你不要買 那個一支都兩萬多塊 對不對 你也不會用 你買那個浪費 我兒子叫我不要買 我可以買給他看 我說我被我兒子刺激了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你不買對不對 你不去學啊 哎呦以後你更可怕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可以這樣買了 買了才知道現在多好用 譬如說他現在在幫我錄影 對不對 馬上錄喔 今天馬上講 待會馬上傳到全世界 幫我拍照 你懂我意思嗎 拍照也是馬上傳到全世界 然後還有什麼 Line你們知道嗎 什麼Skype 哎呦我現在跟我美國的女朋友 講電話都不避費用 不會說以前那個國定電話好貴喔 兩句話變成一句話你知道 現在都誰被你怎麼講 Skype都免費 我就覺得現在進步那麼多有沒有 像我今天下午兩點半苗栗有演講 我現在人早上在家 所以人現在有高鐵 我們下午就可以再講一場 以前要是沒有高鐵 那怎麼不可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會發現到 實在在變化 我們的生活變化那麼多 但是我們發現到我們的腦筋 它的頭腦 我們的觀念 要是不去變化 那很可怕 會變成LKK你知道嗎 以後再大一點的話 老一點就變成